再说一个不太靠谱了 前段时间很多媒体都关注了 酸碱体制理论的提出者 罗伯特·奥尔德姆扬 被美国圣地亚哥法庭判决赔偿 一名癌症患者1.06亿美元的事 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位曾经是头顶营养学硕士光华的大师 当庭认罪 表示自己的酸碱体制理论纯属骗局 在此之前 这位贾大师曾经出版过四本书 来阐述这么一个理论 说这人的体质有酸碱性之分 偏酸性的体质会导致 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 这几乎人人都听说过 现在这谎言是被拆穿了 不过大伙儿呢 戏合着合计 估计还是觉得有点不安 既然这个理论是假的 那市面上卖的那些 控制酸碱平衡的那些产品 那都咋回事啊 这毫不夸张的说 现在呢 小到一块苏打饼干 大到美容护肤 按摩保健 甚至是备孕产品 都跟这个酸碱问题 能够扯上关系 你上网一搜 个个呢 还都是价格不菲的 但是销量还都挺好 有的电商平台呢 卖的产品号称是可以通过 调节酸碱体质 提高家里生男孩的概率 根据卖家的说法 妈妈呢 是碱性体质 容易生男孩 这酸性体质呢 却容易生女孩 再搜索关键词 碱性男孩 就能看到不少 售卖碱性营养品的商家啊 什么一生碱啊 碱性钙啊 男女都能内服 再加上女性外用的 剪胶和护理液 据说通过这些 所谓的高端备运产品 可以把怀男孩的概率 提高到90% 要知道高概率 对应的是高价位 几百块钱的产品 可能只用几天 或者十几天 这一个月下来 这都是要上千块钱的 对啊 不过这些东西都靠谱吗 这么说吧 根据店面消息的标注啊 这些产品的生产厂家 根据调查啊 有不少的都曾经 因为广告违法 和虚假宣传收到过行政处罚 而且这个酸碱体质 真的能够决定 婴儿的性别吗 答案是 对不起 不能 这医院的妇产科的专家表示了 说首先呢 这怀孕的时候 不管是含X染色体 还是含Y染色体的精子 跟卵子的结合 都是随机的 不受人们的意志支配的 对 咱得相信科学 对啊 再有呢 就是关于酸碱体质的谎言了 因为人体内的PH值呢 是保持在一个恒定的范围里 不会通过吃东西就发生改变 这个酸性碱性 并不能改变生难生举的可能 而且呢 大家伙你这么想 是吧 所谓的成酸性成碱性的食品 其实就是不同的食物类别嘛 咱们平时多吃菜 膳食营养均衡就可以了 根本不需要专门花钱 去吃这种特殊保健品 来调节我们所谓的酸碱嘛 对 也就是说碱性的保健品呢 其实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啊 对 各位都擦亮眼睛 千万别伤大